也许有时候我们在太好的环境 太舒适的环境体会不到 再跟你们体会一下 人懂得感恩就懂得真心修 说实在 懂得感恩的人才会忏悔 这样知道 真正懂得感恩的人才会忏悔 真正懂得感恩的人才会真心修 因为老师教化菩萨有一篇训 他说 懂得感恩的人吃香 那如果你没有去体会的话 感恩的吃香怎么吃香 吃香是很贵 很有钱 官位很好 那这些什么都很贵很勇敢 这样才叫吃香 是吗 他不是哦 他说感恩的人吃香 有福啦 慢慢我就从来一直去体会 一直去体会教化菩萨讲这句话 实在很有深度的学问 懂得感恩的人哪里人家就会赞叹他 那个人很懂义气的人 很懂感恩的人家 他要不要读多书 不要哦 他不要读很多书 但他那个人很有义气 很有感恩 他就吃香 这样 那老天也是一样 同样的 和我们一个人都懂感恩 妈呀 那你还还要批他 给他来一些多少事 你才能吗 你想像 柳子